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 连那被情侣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惑 感谢主我们这些长老只是愿意承担责任 非常的不容易 我相信在教会的事工当中 我们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各样的工作 但是用这段圣经劝勉大家 大家所承担最重要的责任不是那些工作 这边提醒我们你第一要抓紧的 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恳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 能够在主的真道上有追求 能够晋升,让我们的侍奉有根有基 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第二方面是在圣灵里祷告 我们要祷告 因为祷告是一切侍奉的根基 侍奉不是靠我们的能力 是靠神的能力 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 好让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 或随从自己的意识 也好让我们所倚靠的不是自己的血气 而是主的能力 所以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第三方面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而且因为我们常常活在神的爱中 我们就有足够的爱心去怜悯有需要的人 不只是一些身体病痛各样事情软弱的人 甚至是有爱心去怜悯那些犯罪跌倒的人 很求主保守我们 在2016年的侍奉当中 不要把焦点放在工作 而是把这些属灵的原则能够掌握住 那同样的 我也要请所有的会众 来支持我们的这些同工们 因为他们站出来 他们的优点会显露出来 他们的缺点也会泼露出来 站出来服侍不太容易 常常要付代价 在这边我用铁撒罗尼加前书 五章十二节十三节 来恳请会众 能够照着圣经的话语来做 圣经说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敬重 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 劝戒你们的 又因他们所做的功 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你们也要彼此和睦 看望弟兄姐妹们 能够抓紧几个原则 第一绝对不要在背后批评 说话的时候 总是选择正面的 建设性的 而且能够愿意 很诚实的来跟 弟兄姐妹们 私下的来劝勉 第二方面是常常在 祷告当中来纪念 第三方面 常常用爱心来关怀 虽然在这边呢 想必是你们当中 比较灵命成熟的 平常也关怀照顾你们的 但是我鼓劝 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们 你常常用爱心 来关怀他们 你们的爱心关怀 可以让他们 事奉的更加起敬 结果整个教会得祝福 好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恩主 当磐石教会 要走上 好像要翻到新的一章的时候 我为站立在你 归座面前的 这些长老 执事跟配偶们 来祷告 主谢谢你 他们愿意 承担这个责任 我相信 很多人都不见得 是真的想要 来做长老执事 甚至是希望能够 推脱掉 或者他们所承担的职份 未必是 他们最有负担 做的那一方面 也未必是 他们最有恩赐的那一方面 但是当看到 教会的需要的时候 当他们经过祷告之后 他们愿意来承接这些责任 恳求主 你纪念他们爱主 爱教会的心 我也恳求主 你在这年当中 格外的保守众同工们 让他们能够再次尝到 一同在一起服侍的喜恶 在一起服侍 那彼此相爱所带来的甘甜 让每一位同工们 都在事奉当中 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能够与有相同心智的人 一同来跑天路 是何等蒙福的事情 虽然教会 所以现在是在寻慕的过程 是一个比较有挑战的一个阶段 但是感谢主 这也是这群同工 能够更多经历主的机会 有更多学习事奉的机会 有更多承担责任的机会 有更多操练的机会 恳求主让这些同工们 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长 也能够看到彼此的成长 恳求主你的保险来复辟 因为知道在事奉当中 我们越爱主 撒谈魔鬼 可能就越积极地要来攻击我们 然后我们的夫妻之间 很容易就产生一些摩擦 或者在生活当中遭遇困难 甚至工作上 但是都恳求主 你来兼顾他们 让他们在这一切当中 经历到你的信实 经历到与他们同在 愿意磐石教会 因为这群同工们的摆上 也愿意所有会众们 同心的支持 这一年是一个经历 大大成长的一年 我相信这样的祷告 是主所愿纳乐意成就的 我们就这样祷告 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